進來進來進來 進去一點進去一點小朋友進去一點 民眾一邊拿著手機拍攝 一邊要家人趕快進屋避難 水裡車程昨天下午 突然一陣強震風來襲 夾帶著大雨 把電話的擺設都吹得東倒西歪 民眾還以為是龍捲風來襲 真的是龍捲風 你們快龍捲風來襲 快點進來快點進來 剛好走出來想說風很大 要出來撐雨傘 然後就一走出來發現 那個洗碗那個洗手台 開始都被吹倒 然後才發現說有龍捲風 然後整個就是大家就很混亂 太可怕了 很嚇人 怎麼說 因為他是用撿的那 我們撐那個傘 撐那個傘 連人都會起來 嗯 要真怕喔 真怕 真的很 沒有遇到的話 你不曉得那個口氣 無獨有偶同樣在水裡的另一地區 鄉民古瑞峰和家人離開家裡去做禮拜 結果回來後發現屋裡被催先 屋頂的吊燈搖搖欲墜 屋內的家具和電器全部泡湯 一樓還變成蓄水池 古瑞峰相當無奈 只能把家人暫時安頓在教會裡 我們回來的時候隔壁鄰居告訴我們說 他們有看到我們的那個屋頂 就是風很大 然後一下子開一下子合這樣子 好像被掀開的那種感覺 然後一刹那間整個就被掀開了 恐怖那個很大聲 議員陳昭玉呼籲 夏季常有熱隊流產生 很容易發生瞬間強風 尤其這禮拜有可能又有颱風來襲 希望民眾能加強住家的安全性 這應該是一個很好的一個警訊 因為雙台即將在下週 在這個本週末 即將再度的來回歇台灣 所以我們應該趁著這幾天 一定要盡早來做一個整修 以防範未來 民眾誤以為是龍捲風來襲 氣象局澄清 這是因為夏季熱隊流所產生的瞬間強風 希望民眾能多加注意 小心防範瞬間強風帶來的危害 民意新聞洪杰明水裡採訪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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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